就是這樣 你只要熟悉它 你要找對地方 第一個 Visual Basic 點進來 第二個你 Check 一下你有沒有 Module 如果沒有你一定要寫在 Module 按右鍵這邊有個插入模組 再來就是這一段程式 如果你是在寫錯了 沒關係你就先 你一直寫卡住的話 沒關係 其實從這一段 Ctrl C Ctrl V 也可以 這邊其實如果說你是要 Work 的話 你貼過來其實也一樣可以 Work 那差別在哪裡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本來這邊 這邊是到十嘛 那我把它改寫成像寫成剛剛的這個 跟寫成十最大不一樣就是說 如果剛剛寫成十的話 那以後呢就只能到第十列為止 可是如果說你底下又增加資料 或減少資料的話 那你就變成說你要在這邊去修改你的 最後的那個列在哪一列 那當然勢必是不方便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換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追蹤的 追蹤的 那我們 之前 錄製聚集的時候 我常跟各位講 你可以用什麼 用 Ctrl Shift 向下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清楚的話 Ctrl Shift 向下 那為什麼要這樣錯 主要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追蹤到這個 範圍裡面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那一行程式 主要就是幫你追蹤到哪裡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資料呢 會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請你幫我 從 假設我從 A 2 向下追蹤 告訴我 最後一列 是 哪一列的話 這個數字告訴我一下 那怎麼做 優標第一個先放在 A 2 那其實 它的道理跟 按下什麼 Ctrl鍵 Ctrl向下 有沒有 你如果Ctrl向下 它可以幫你移動到連續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OK 那其實呢 我們剛剛 這個地方如果要寫成 這個 一樣的道理的話 怎麼樣來撰寫程式 特別是說 它主要會 所以 因為我是把 等於是兩個動作 寫在 同一行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第一個是 游標放在 A 2 Ctrl向下 是第一個動作 然後取得 第幾列這個數字 是第二個動作 所以呢 把兩個動作寫在一起的話 然後我們該怎麼寫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要向下追蹤的話 像我這邊 Demo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 比如說我底下 比如說我把這邊 講是 複製到這邊 如果用剛剛的寫法 它一定不OK 比如剛剛是 這邊寫到10 這邊寫到10 比如我現在 串到這邊 底下沒有 清楚 到這邊 底下的 也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不懂 向下追蹤的話 那變成我可能要改 比如現在到第 13 那你可能這邊又要改 13 13 那如果 資料又增加 那你不是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永遠改不完 所以 一勞永逸的辦法 就是 撰寫 如何追蹤的 這個程式 那追蹤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 這一行程式 其實主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是向下追蹤 第二個動作就是取得 它的列在哪一列 那怎麼撰寫 基本上 我如果優標放在 從A2開始追蹤 那A2的話 你可以寫成 用Range Range的話 大家顧名思義 是範圍 不過它也可以指 某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呢 A2 OK 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A2這個儲存格開始 幫我向下追蹤 不過有的同學 有時候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我這個地方呢 我可不可以寫成Sales 其實也可以喔 但是Sales要怎麼寫 如果你這邊Range A2 寫成Sales 就寫什麼 Sales 瓜糊 A2 那就是 2 豆點 A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喔 可是 哪個比較簡單 對啊 用Range Range 特別是喔 這個地方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這裡面 我要用Sales呢 到底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用Range 它裡面是放一個文字 那Sales裡面是可以放數字 數字呢 主要是要搭配什麼 搭配回圈 因為回圈裡面的變數都是數字 OK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回圈裡面 是用Sales 但是如果不是要回圈裡面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用Range 比較OK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常問到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用 其實兩個都可以 只是說 你用哪個方法 比較簡單的道理 OK用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不是要回圈裡面的話 用Range就好 喔 那這樣來的話 向下追蹤 怎麼向下追蹤 點下去喔 如果你要向下追蹤的話 Range這個 這個物件喔 從A2向下追蹤的話 它有一個 點END的一個AND 它有一個這個叫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你去追蹤 有點像Ctrl鍵按住 Ctrl 然後呢 向上或向下的話 你就前刮弧 那這個時候的話 後面會有的上下左右 有沒有 Ctrl鍵按下 如果你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什麼 XL Down 這個 那你就把它選起來 後刮弧 那其實END XL Down 就等同於 你按下Ctrl向下的那個同樣道理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從A2 幫你向下追蹤 它會跑到第13 可是問題喔 這個只有向下追蹤 並沒有取得任何資料 所以如果我要取得什麼呢 取得它向下追蹤之後 的這個13這個數字的話 那怎麼取得 特別是喔 再來就是 後面加個點 點什麼呢 我要取得的 是 你向下追蹤之後的那個列在哪一列 所以打一個Raw 列的話 就是Raw OK 意思說 我先向下追蹤之後 再幫我去抓取到 向下追蹤之後的列是哪一列 所以 它基本上就是會怎樣 把游標放在A2 然後向下追蹤對不對 追蹤到13 它會移動到這裡 然後我要取得它 13 所以將來呢 回來的數字就剛好 這個Raw 就會是13 也就是說呢 2到13 那如果將來資料變多變少 它會自動去彈性喔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到底吧 這一行很重要喔 因為以後 其實也不用重寫啦 像有些東西都複製貼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背不起來 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就可以用貼的 但最後其實這個應該會蠻常用到 因為 在Excel裡面 常常就是範圍 範圍裡面一定會追蹤 所以一定會用到這一行的敘述 OK 所以這一行敘述請各位務必要記下來 向下追蹤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呢 我剛剛不會向下追蹤 現在的話呢 就會向下追蹤 也就是我現在增加或減少 它不會影響 也就是你不用重寫了 有沒有它自動跑到 你需要的位置 不管是增加或減少 它都會自動 停在你要停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這個方法 還蠻常用到的 未來這一行程式 會反覆出現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好是可以自己熟悉一下 Range A2 所以你可以用 不用死倍啦 像我這些東西都是用理解的 把游標放在A2之後 然後向下追蹤 所以你也許可以自己 動一下 Ctrl向下 它停到8 所以回來的話呢 就會取得8這個數字 放在哪裡 放在 這一個位置裡面 所以把8 放到這裡 所以 2到8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試著撰寫 如何讓這個程式 讓這個 列自動 可以追蹤到 它的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列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你資料會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你如果不會用這個方法 你永遠都在改程式了 但如果你會這個方法的話 程式不用改了 反正你寫完 它自動 幫你找到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未來當然 其實你也可以向右 追蹤到最右邊一欄 不過理論上 最右邊一欄 比較少 少用到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般欄數都是固定的 但是列數 通常都不是固定的 通常會增加 所以 XL DOWN 這個 基本上 會常見 但如果你要向右追蹤的話 你在前刮斧 他也會有一個什麼 XL to right 也可以向右追蹤 那如果說你要追蹤到的是 最右邊一欄的話 就不是點右 你可以點column 他有個叫 COLUM COLUM 這個寫法就是向右追蹤的欄 如果你要向右追蹤的話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其實都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彈性 的運用這些方法 去取得 你要的那個數字 OK 你就把這個數字可以拿到 你要放了這個城市的某一個位置 那就可以寫出你要的這個結果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我講的那個向下追蹤的程式 稍微撰寫 那這一行程式 將來呢 你可以用在 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舉凡就是說 你回圈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都可以用 同樣的方法來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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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